所以非常不容易 那么这就是 除网念 老师教我们放下 看破 看破放下 那李老师教我们这个方法 真的是教我们放下 放下的 看破是智慧 帮助你 看破 看破之后又帮助你 更深一层放下 这以后我们明白了 原来成佛之道 就是看破放下 看破 从初发心到如来的 到最后等救菩萨 把最后一瓶 身相无名也放下 他就圆满了 所以我们现在懂得了 开头一定要放下了 执着 对世处实验一切法的执着 真放下了 就证阿罗汉过了 再把分别放下了 那你就证菩萨过为了 最后再把妄想放下 最后再把妄想放下 你就称呼了 最后再把妄想放下 最后再把妄想放下 你就称呼了 折备也受不了 为什么呢 佛学院里的执着 佛学院里的扩扯很多 老师太多 把学生都叫糊涂了 所以这是罪过 这个是不敢的 所以从前放老师见了 无人子弟 那我们向佛学院建议 希望学生都能够专学一门 佛学院不答应 都是这样的 就不像佛学院了 佛学院一定要向学校 要拍很多课程 每天拍很多课程 这个请很多老师 所以我教了一个学期 第二个学期不敢教了 不忍心教下去 所以我们自己 是受一个老师教的 知道一个老师的好处 多几个老师 讲的真的都不一样 所以学生学了之后 不知道听哪一个人好 所以佛学院毕业出来之后 学了一点佛法的皮毛 常识 教义的学 什么都不懂 那么一般佛学院 大致上都是如此